政治焦点 2022年台北市长任本人选最新民调出炉了 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成了蓝营的人气王 不但赢过党内竞争对手罗志强 甚至力压防疫有成的卫福部长陈时中 而针对这份民调 蒋万安低调再低调不回应 而罗志强献上的祝福 反而副市长黄珊珊特地跑校园场 跟学童们一起吃营养午餐 他强调将以市政为优先 因为我跟我太太一直很想要有个二宝 对 2021的下半会有机会 那我等于上半就要努力一点 多吃海鲜 无民党战2022北市长任本人选蒋万安 上网路节目自爆想要再提饥饥胎 而针对外界恐怕再替蓝营夺回市长宝座 蒋万安低调再低调 中途下台 声音部叫拜布内可是选举一大原则 也难怪在一场里 蒋万安一早站着边边拍照 远离直询台 预真发现万安 only预真跟万安 蒋万离开插着腰 OK 蒋万安当战神 不让自己受瞩目 总之根据最新民调显示 如果蒋万安 陈时中 黄珊珊特地处北市长 蒋万安支持度为50% 领先陈时中37% 如果罗志强三选仅获得30%的支持度 新书发表会上 罗志强早来前中的马英九 以及前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 都曾入主过北市府的蓝营太阳门地挺 但两人对未来人选态度明显不一致 为蒋万安感到高兴也为他祝福 那个罗志强来选台北市长 那你个人觉得这人选 我们都可以做很多种决策 而对决蒋万安以及陈时中 目前仅有11%民调的黄车身 这对拿较低的支持度不多讲 反而尽全力陪着台北上柯文哲跑行程 尤其美猪牛放关进口后 家长忧心营养午餐的问题 使用柯山组合出现在北市校园 中午用餐时间 因为我儿子一天跟我说他吃不饱 我说你为什么吃不饱 他说因为我要吃午晚饭 离2022虽然还有一段时间 但民调结果提前出入 不难看出现阶段 几家欢乐几家愁 东海群这项游教在台北也收到